大家好,欢迎点击江州司马 民国时期,中国有很多军阀 各式各样,有盗墓贼孙电英 有狗肉将军张宗昌 还有史沙陈信的西北马邦 但是,有一个军阀在生命力方面绝对是中国军阀之罪 据不完全统计,这位军阀共有12个妻妾 生育了43个子女 这生育能力与康熙皇帝不相上下 但是,康熙皇帝子女多,寿命却不是很长 只活了69岁 而这位军阀却活了93岁 还有更传奇的呢 话说,在他90大寿的时候 一位后来活过100岁的老乡张群来看望他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他未然叹息说 唉,我这个人啊,就喜欢跟年轻人待在一起 这样才有活力,才有朝气 张群开玩笑说,那你再去一房年轻的呗 张群以为这只是一句玩笑 没想到却一语点醒猛耕人 他果然又找了个学生妹 台湾女大学生张灵凤以应聘秘书之名进了他的府上 最成为他的第十二方女太太 张灵凤居然很快就怀孕了 诞下一女,特别提醒是足月的 年过九旬的他再一次震惊了全国 说了这么多,你知道这位军阀是谁吗? 他叫杨森 杨森生于1884年 四川广安人和邓小平是老乡 红军长征期间,陆京四川和杨森达成了一个愉快的约定 杨森不拦截红军北上,红军也不打杨森 大家互不侵犯,井水不犯河水 杨森身上有两个标签 一个是四川军阀,一个是抗日名将 四川穷啊 在靠日战争中 杨森率领川军穿着破烂的衣服徒步数万里 初穿抗日真的是打出了声望 当杨森率部到达上海后 迅速与日军交上了伙 参加了松湖会战 他与日军血战四个昼夜 坚守阵地不退 杨森一共带领了18000个川中子弟 仅此一战 旧山王7000多人 阵地上升达两米深的战壕 最后堆积的尸体比战壕都高 感动的蒋介石又是给他颁布加奖令 又是给他的部队发新军装 解放战争后期 杨森闹了一个笑话 作为一个看惯了风云变幻的旧军阀 杨森善于剑空使舵 及时调转码头 他看到解放军节节胜利 也想起地 还想面见负责解放大西南的刘伯承远率 但是有个条件 必须保证自己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刘伯承元帅却冷冰冰地转告杨森说 我不见他 你们去跟他谈权 转告杨森 有多少枪 搅多少枪 这是搅屑 别的一概不谈 杨森热脸贴个冷屁股 起义之事也就胎死腹中 后来只好跟着蒋介石去了台湾 1977年 杨森这位最具传奇色彩的军阀 在台湾去世 小年93岁